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 上海各金融要素市场 以及金融机构保护投资者 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 又一个温暖操作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在推出股指期货产品时 实行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在这一制度下 投资者是否有资格 开户交易股指期货 要取得通关密码才行 要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要有一定的仿真交易经验 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并通过考试 参与投资要考试 股指期货可以说是走在前列 这样的改变 当然也提升了投资者教育 在金融机构的分量 都说股市一想 黄金万两 但风险往往伴随着利润 结伴而来 中国股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 股民总数已超1.8亿 其中95%是中小投资者 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 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必备技能 2014年12月 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在上海建立 他们的基本业务是以投资者教育为基础 事前持股行权 事中纠纷调解 事后支持诉讼 被称为投资模式 让中小投资者直呼安心 除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建立纠纷争议解决机制 来解决银行客户与银行机构间的矛盾问题 给投资者们又加了一道保障 2014年12月16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牵头 组建了中国第一家金融消费纠纷专业调解组织 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 设立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 通过第三方提高银行服务水平 2016年5月 上海银保监局又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 民办非企业性质的银行业纠纷调解机构 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 这一机构的建立和规范化运作 创造了素条对接 重条对接 绿条对接 等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神仙操作 解锁了银行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全新技能 已经被中国银保监会列为上海模式 并在全国推广 2018年8月20日 上海金融法院正式实水落地 为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 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 上海金融法院今天正式揭牌成立 作为全国第一家金融法院 以司法裁判厘清市场规则 规范金融市场主体交易行为 使上海成为解决金融纠纷的绝对标杆 为中外投资者 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守护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在研究的性工与你 想要攻击 资金融 臘费 脉搏上海 成 Thus 次 ان finally 人感叙三 怎么办 没有